曾經率領埔園寫下4.8頁的 許敬哲教練 週五登場海峽盃 要率領CBA的山西子弟兵 回到家鄉踢館 尤其碰盛熟悉的前東家埔園 更是受到矚目 接棒許東主帥位置的麥班達 笑說心情沒有大家想得這麼微妙 感覺會不一樣 可是當下應該就是敵人吧 可是一比完賽還是好朋友 因為一樣他在那邊遇到什麼困難 他也會打給我問一下 我在台灣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覺得反正比賽也是這樣子 球員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教練也是要遇到這個問題 在許敬哲教練身邊擔任 五年助理教練的麥班達 兩人培養絕佳默契和感情 海峽盃各自領居話題性十足 至於簡號林金榜心情也很類似 要讓恩師看看他們的進步 注意碰頭再熟悉不過的西湖陳世傑 好奇蒲園雙將又有什麼對策呢 西湖就 我是希望他可以有好表現 但是對到我們的時候就一定要把他打爆 絕對是不可惜 絕對 比完賽我可以請他吃飯 你說守住西湖嗎 能把他們守住最好 因為我一想要就是身體碰撞多一點 而且他們其實在那種一二號身高上面 其實幾乎是我這種身高 甚至更高兩百 我會很想要把他們守住 因為你能把他們守住那麼高的 你成就感當然會更好 聊得這麼奇勁 蒲園對山西的組合即將在週六登場 麥總和徐靖哲教練誰能收下勝利 答案在這個禮拜就知道囉 我來地區吳俊奎 黃化軍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